严防资卡病毒入侵 却还是传出首例国人 在外感染资卡病毒回台的案例 一名43岁随丈夫到圣路西亚工作的妇女 7月24号返国出现呕吐 发烧关节痛等症状 就一后在8月3号确诊感染资卡病毒 也是国内境外移入第4例的资卡个案 他是透过这个蚊子传染 所以我们的隔离是指的用防蚊液 或者是白天 假如真的很担心 就躲在这个蚊帐里面去 就怕病毒随着病霉蚊传染 新北市卫生局也陆续在感染者住家附近 搜集蚊子样本 索性疫情都在控制范围 同时国内也传出麻疹群聚感染 42岁感染者在7月15号 从松山机场出发金门 回国后出现症状 当时在现场执勤的地勤人员 也在月底确诊麻疹 8月2号 也就是如果这两天 遇到松肌后肌的这个民众 有出现症状包括出诊 还有发烧等等不适 目前统计相关接触者 328人也掌握到地勤人员 在7月底搭捷运 来往南港展览馆和松山机场 还搭乘公车到信义区逛街 提醒民众曾在这期间 出入以上场所 并出现麻疹相关症状 尽快就医 避免继续传染 记者程序班 蒋云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